更新医院举办大手拉小手唱跳欢乐够活动 欢迎长辈带着晚辈一起唱唱跳跳院方指定的歌曲 并且拍摄成影片投稿 正经验日期从即日起到9月7号截止 相关的办法请下更新医院健康促进管理中心 小朋友和长辈一起唱唱跳跳 给我一个吻画面相当温馨和乐 经常像这样活动筋骨 不仅可以促进健康 更能够提升两代之间的关系 这也是更新医院举办大手拉小手唱跳欢乐够活动最主要的目的 期待大家组队拍摄影片投稿参赛 我们配合政府的高龄友善的计划政策 以及我们要庆祝我们更新医院50周年的怨庆 然后所以举办了一个大手拉小手唱跳欢乐够的一个影片竞赛 那希望就是家中的孩子跟我们的长辈可以一起借有一首歌 然后做一个交流 然后来展现我们的活力 这次活动参赛者为2到4位 而且至少有一位50岁以上的长辈 以及一位最少差20岁的晚辈 唱跳给我一个吻或是四季红其中一首歌曲 并且拍摄成影片 上传到107年更新医院跨代唱跳竞赛的LINE群组 或私讯到更新医院健康促进管理中心粉丝专业 或奖的参赛者更新医院将提供奖金鼓励 家中的年龄相差20岁以上的长者跟一个孩子 那两个人就是选一首歌 比如说我们的宣导的影片上面有四季红啊 或者是给我一个吻都可以 那两个人一起跳 那附上一个简单的100个字的说明 这样就行了 更详细的参赛办法 请民众电厦更新医院健康促进管理中心 记者生平这门期新店采访报导